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感情台的古董福利會 我是白兵 我是司徒甲大 我是Fish 阿魚 阿魚 你好 阿魚 你好 剛才白兵就說覺得Fish很熟口臉 在很多地方都見過 你最近看什麼影片見過他呢? 我們重溫了 原來後來那個事源就是 因為有問他之前原來在加拿大讀書 回到來就做了一年的室內設計師 應該不會見過 他在活躍於幕前的年齡 怪不得對你有點傻眼 我沒有見過你真人 但我應該有在網絡世界見過你 後來原來是有在鄉城影畫拍過一下 然後在BBO出現過 那一集講AV 有四個女生在鼓AV劇情 類似是在我IG也出現過 上了新聞 那幅圖你喜歡的可以放出來 讓大家先拍一下他的樣子 這是新假期的 對 拍了一些照片上了新聞 那你倆是怎麼認識的呢 為什麼可以幫到Fish拍照這麼好 我真的不記得了 有幾個交會點 第一那時候幫劉翁做事 噢是呀是呀 不好意思 你才突然仿然大怨 是呀是呀劉翁 劉翁 跟劉翁拍片的時候 對他有第一個印象 請問是什麼呢 然後呢 不是就是叫做知道有這個人 就是知道有這個人 之後我公司譬如 浩南和Q仔在我公司那裡 那他也有上過來 也有出過鏡子在他的影片那裡 那所以就再認識了 是呀 那覺得他也挺 玩得的 是呀 挺玩得的 所以就又拍一下照片 又聊聊天 那所以 還有最近又見他在IG的reels 都挺活躍的 所以就要拿他上來就聊聊天了 我們剛剛都交流了拍reels的心得 是呀就是不要量太多東西 不要用那麼多心 很認真 有幾條是去到 很認真 剪接的效果很認真 大家可以去Fish的IG 在Infobox會找到 是呀 看一看我們支持一些有心機的製作 雖然那些東西大家是比較喜歡的 那些東西就經常過百萬view 是呀 是呀 有幾條過百萬view是不用量的 但我給我的觀眾的印象 我是一個昂貓和白卡 女KOL 是 即是有幾個觀眾稱呼我是白卡KOL 如果有這個女白卡聯盟都挺厲害的 但是 另外一個就是雷大J 可能要數到 我不知道 你知道她們現在可能 你知道她們說女大J嗎 我知道 但她現在應該收我生 應該 沒有出現很久了 我不知道 可能現在對她們來說 白卡是一個鋪耳的詞 或者不是太負面 是呀 我也覺得OK了 如果我有那一面給別人看 誰是白卡向的女仔 有人說Sika 少許而已 其實又不是白卡放一些 家營都放的 沒有人說家營是白卡 對 沒有人說她是白卡 為什麼說你是白卡 你做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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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IG的影片是比較出位一點 我會形容我自己IG的影片是比較踩界 就是挑戰我社會的方法 你推介大家看哪一題 我推介大家看我所有的影片 都是 都是 然後 我覺得為什麼會被人罵白卡 是因為我很喜歡去不同地方去撩人說話 然後他們可能覺得我這個行為會令對方尷尬 我一定是白卡 因為白卡都很喜歡周圍說話 是 你立刻嘗試令到我或者白兵尷尬 我現在做不到 我可能要有個拍片模式 現在師傅令到你很尷尬 要令到我們尷尬 首先你自己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你不要尷尬 你不要尷尬 吃光它 我吃光它 然後賣廣告 不要了 我現在吃 很尷尬 真的 真的 我們簡單談談你的背景 之後講一些很爆的東西 我覺得很爆 娛樂圈潛規則 竟然 潛烏龜潛了上面也有 是 首先講 剛才一開始介紹 就是在加拿大留學 我們由加拿大那邊開始講 加拿大你求學遇到什麼事 剛才你說有這些兒子的文化差異 我覺得 因為我去到加拿大其實認識那些男生都是Canadian born Chinese 就是ABC的加拿大版 他們通常在加拿大出生 他們的性格都會比較是外國 這個眾所周知 然後我覺得他們跟香港的男生的差異就是 那些什麼AA制 然後 但他們的AA制其實不是在於 他們不是真的想付錢 而是他們普通的文化就是 他們說我們要公平 所以我們才要AA制 但如果在香港 這件事落到那些男生 那些女生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不在乎我 所以你才不肯付錢 而我覺得這個文化差異 都很大 而且要慢慢適應 即是他們AA制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而這件事是他們的文化 即是覺得要公平 但反過來 是否一不AA制就是有東西 還是AA制也有東西 嘩 我近來遇過的男生 全部都是AA制 這麼慘嗎 這麼慘的嗎 慘 愛國那些 唉 我不相信 每個外國都肯 那如果 在香港來說 譬如 我遇到的女生 通常 第一 我會 不是AA制 通常我都會給 但是 很多女生 有禮貌地 就過後問我 是 給我多錢 那些 那些 那我又幾欣賞 因為我其實沒有 期望我要拿回 但是我又幾欣賞 女生會 她做樣子都好 她提出 我都覺得是OK的 那以後我約多些 你先吃飯 對 我覺得是這樣 嗯嗯嗯 白兵呢 我是 基本上我都近乎請的 是啊 都沒有什麼 我都忘記了 我上次AA是多久之前的事 就算那個女生 你是 完全沒有意思 都請的 嗯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會給到認識 完全沒有意思 白兵出來做什麼 嗯 都真的沒有意思 都真的沒有意思 真的沒有意思 可能是 當是錄完節目 這樣 這樣就去吃下午茶 當我本身認識的 然後 喂 拍冷多 上來錄集感情台 好 上到來 又錄完 好 那我請你吃下午茶 就是這樣 不是說 好像很煞有介事 不如明晚約你吃飯 還要去那間靚餐廳 就不是那些 可能是吃飯 輕鬆一點 那些 你見 那次我跟你 和另外兩個朋友吃東西 其實都是我結帳的 是 所以我是沒有所謂的 其實我和三四個人吃東西 都是我結帳的 那我要約多點給你吃飯 我是這些 但是要約多幾個 不是 你告訴他你 是可以約的 等他約你 但是我有女朋友 所以如果要和女生吃飯 就要幾個 要和幾個女生吃飯 加上我都可以 加上我都可以 加上魚都可以 再加上你女朋友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通常這些都是我會請的 我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AA制在說 就是少少平水相逢 就是有沒有一些 在加拿大深入少少的 就是你覺得她是追求你的 或者是做點燒東西 或者人家是怎樣 就是加拿大CBC是怎樣追求別人的 有一件事 我覺得CBC和香港男生很不同 就是我當那個男生在追求你 他會同時和很多女生都在說話 但是在那裡的文化就是覺得 這個也沒有問題 因為大家都是公平的 就是她追求我 但是同時有很多女生 我都可以同時有很多男生 但是在香港的女生 就覺得你追求我一個 你為什麼還跟其他女生說話 你是不是不喜歡我 就是那個佔有肉會強一點 就算還沒有一起之前 這個究竟是女生的不同 還是男生的不同 我覺得香港的男生暗瓦底都是這樣 是怎樣 暗瓦底都是追求的時候 他不會只有一個 我猜 香港的男生 我猜 通常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 我通常追就追一個 也不會有同事幾個在討論 但是 我發覺這樣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在追求女生的角度 要有比較 不是比較 是不可以令自己沉得太厲害 對 我譬如在追求A 我真的追求A 但如果我有個BCD是在聊天 不要說很卑鄙 不要說很卑鄙 都要保持經歷 但你也會跟自己說 我不是只有一個A 我還有BCD 隨時可以跟他們升溫 不要讓那個A 拿著自己太厲害 但這些就是會被女生定義為差男 那你不要給她的G問 還有我又不是跟女生去做什麼 都是頂多的聲音WhatsApp 因為我最近有看Threads 然後那些女生經常都 我看到他們經常都有把這件事說出來 就是追女生的時候 不應該同一時間追那麼多個 但那些女生呢 那些女生都會被幾個男生追的嗎 這些就是女權 這些就是文化差異 就是文化差異 就是文化差異 但是你剛才說的這件事 那你CBC面對港女不是死定嗎 面對一些真的港女港女系 但是所以我剛剛去到 我也是一個港女 我就慢慢去調節自己這個心態 就是覺得大家都是很開放的 慢慢去試試不同的東西 最終就會找到一個合適相處的 那再問直接一點 那你在加拿大有沒有拍拖 我在加拿大有拍拖 有跟CBC拍拖 是Tinder式的 是不是很直接 對啦 我就是要聽這些 Tinder式好 Tinder式的 Tinder式就是我們相信它有一個演算法 相信它跟你的配搭 那就是Tinder 然後聊天然後約出來 對 因為Tinder是可以教地區的 我當時在讀書 我剛巧教地區 是幾公里範圍內 Tinder配對的人 不是就是我學校的人 就是我的師兄 簡單來說 是 看到他的樣子很帥 我就說我拍拖 然後他又拍拖了我 我們就大家一起約出來吃飯 Tinder你的Match多不多 當然多 女生 其實很多選 很簡單 那麼我都會有意求 這麼近嗎 對 你說是挺好的 就是CBC 是 CBC 我有一些形象 是Ming仔的樣子 就是CBC 還是陳冠希的樣子 我會形容他們是比較乾淨的 他們會弄好頭 然後整天剃鬍 整天剃鬍 整天剃鬍 好像在畫我 整天剃鬍 我的頭髮又亂 又不剃鬍 對 就是站在你 站在你 但是在 和CBC拍拖的中間 還有沒有發現什麼 有趣或者奇怪的東西 我覺得有趣的是 我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然後我會 例如發脾氣的時候 會用中文 然後他們會用英文回答我 但是他們聽得明白 他們聽得明白 因為其實他們是 家人是 講廣東話的 但是他們只是講英文 或者他們講中文的時候 會很不爽 很不明白 你說什麼 總之你發脾氣就扮不明白 但是我覺得這個相處其實是可愛的 是 是的 崇洋就崇洋 那時候是 我也承認 那講英文是承認一點的 就是 試試他講普通話 不是 你試試講泰文 試試講泰文 CBC也有中國人 我明白 但是 因為他是用英文 所以覺得 可愛一點 對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沒有什麼 因為我覺得的 CAM是那個男生來到 他不表明自己是做什麼就是CAM 香港有很多都是奇奇怪怪 但是很多時候 加拿大的男生 他們的目標都是很明確 例如他們會寫明 For fuck Friends with Benefit 他們會講明 那我覺得 你都講明了 不能說CAM不CAM 要是你接受 要是你不接受 那香港可不可以用這套 我覺得其實如果大家都是 單刀直入講這套 是沒有問題 OK 等我學一下 等我學一下 在Tinder寫 還是在哪裡寫 Tinder也有 很流行什麼 H&D Coffee and什麼 Coffee and Bagel 那些 最近流行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都明白 在香港 我是找人打羽毛球 應該現在都明白 現在明白 現在就是Friend with Badminton 對 Badminton很好 越來越膚 應該都要 很想 所以 因為我又在香港 我以前 講到700年前 我也有玩Tinder 也有些女生寫明 不是for one night stand 有些口味是for fun 加上她那張PoFact 你也知道她是for fun 其實都很出 由於我沒有扮過女生 看男人那邊 所以我不知道男人怎麼打 男人都會寫明 不不不不 我在香港沒有玩過 只是在加拿大玩過 那當日你match到那個男朋友 她是寫什麼 她寫一些很正面的東西 我喜歡打羽毛球 喜歡打籃球 那些正面東西 我自己因為 因為好像開那些 開那些 我經常很怕開那些交友 會把你的email Facebook那些 就出賣 變成我是沒有開的 只不過我知道現在的趨勢 就是Tinder比較弱炮 各方向 然後Coffee&Bagel那邊 是有多些人是結婚的 我認識不止一對結婚的 是Coffee&Bagel認識的 如果你是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弱炮 對 還有如果你是真的想找一些 match的partner 可以這樣分一下 大家如果要分開兩個東西 你今晚是想打羽毛球的 你就去Tinder 想長打的 就去Coffee&Bagel 暫時是我身邊人的經驗 其實現在還有很多新的交友App 不過已經跟不上 那回到香港之後 就做什麼呢 就回到來 COVID 然後沒工作一段時間 你幾多年回來的 正正就是2020年回來的 就是COVID那時候回來 那你需要坐飛機回來 要不要隔離十幾天 我正正就是要隔離21天 一天 21天 那你住在哪裡 住酒店 都好一點 我當時坐飛機回來的 那部機器是完全沒有人的 如果有照片 我之後發給你看 很棒 好像包了一個 包了整個車 包了整個車 那你不走去business 和頭等裝 我怕 那時候所有空姐都好像serve我一個 很棒 但是21天是怎樣捱呢 21天在酒店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虛道人事 哪間酒店 在荃灣大窩口那裡 很近公路的那間 我忘記了 熊貓嗎 不是熊貓 其實我記得好像是不能用酒店設施 要留在房間 不是staycation 零staycation 我連走出門口都不可以 不可以走出門口 那那些什麼呢 三副鞋蜜 那些是怎樣的 我在裡面都穿過幾套 不是啊 那不用洗 不用乾 我沒有 21天都沒有 不就是瞞了幾套 ok 我真的不知道21天可以怎樣過 我未認識過一個朋友是21天的隔離 可能他們沒有說起 但你正正21天就回來 就要隔離了 是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時候有勇氣 覺得那時候是最好的 什麼最好的 就是最好的時間 是啊 那個時間是隔離時間最長的時間 是啊 我記得21天已經是最長 是啊 然後就14、17 是啊 還不小心 不知道為什麼陽性 你又要走去捉個彎 還是什麼 我最後那幾天我是進了醫院的 因為我發燒 但我不是因為COVID發燒 因為我忘記其他身體什麼炎症令到我發燒 然後他們以為我是COVID 然後就 就是你從一個危險的地方 就是飛機 去了一個都很危險的地方 叫酒店 然後去到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入醫院 沒錯 然後隔離 隔離病房 在醫院裡 得到悉心的照顧 最終兩天之後就出院 對不起搞錯 之後你第三天就發燒了 因為你在那裡已經惹到 他們的安全 安全意識做得很好 他們那時候 每逢進到我房間 又要換衣服 噴手 什麼什麼 好 然後你回來香港 就用這21天的隔離 去 kick off 你回來香港 是啊 沒錯 之後就找工作 為什麼是做室內設計 因為那時候沒有工作 但是你讀什麼 我讀心理 為什麼讀心理可以去做設計 不見我可以做設計 不是 你都可以去apply 我本身其實apply過文員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要我做 慢慢叫我deal with the客 那deal with the客 要跟他們解釋設計 那我慢慢學習 蛤 對啦 慢慢學完學完我就 但你又pick up到 我又pick up到 就是效了autocad 就是畫圖那些工具 不是 關我什麼事 對 那我當時沒有任何技能 我就覺得我試一下 就讀一下 那為什麼又沒有了 對 那些客人 沒有 很直接 很直接 大家都明白了 鄉親地 豆腥這麼小的單位 但是你要求單位 好像海船門那麼漂亮 首先300呎 我要裝600呎 是啊 某些櫃或者角要偷位 他又說不想 怕弄到小朋友 什麼什麼什麼 總之很麻煩 那結果就離開了這個 叫做室內設計的行業 沒錯 那為什麼會 無端端進入這個幕前 嗯 事緣就是全民造星 女版全民造星 是 然後4就開始招募 我又覺得 就是叫做室內設計 那一屆 是 覺得自己好像有少少女團夢 是 今週去報名 誰知道不進入 海選也不能進入 然後 就覺得 現在不能試 都是那些老土的東西 就是那時有99個 我不記得了 總之入圍有百個人 然後慢慢細細細細細細 是啊 本身是有1000個在九龍灣海選面試進去 但我連那幾千個都沒得進 那1000個都沒得進 沒有 就是我交了一個 你那時候不是這樣的樣子 我那時候比較醜 相片比較噁心 就是我在想 你1000個都不進 但你現在又可以繼續做幕前 然後那些片段又有人看 這麼有趣 好 你繼續吧 然後有這個女團夢 然後覺得不行 我要試一次 然後就上Facebook群組打幕前 然後出了很多幕前群組 我也是現在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這樣的群組 Facebook其實很有用 就進去那些群組見到 由你這個世代說就太籬似了 你來說Facebook很有用 我現在還在用Facebook去找工作 OK 我也試一下 是啊 打一些關鍵字 幕前 幕前出了什麼呢 出了一些幕前演員群組 模特兒群組 好幾個 然後我就加入了 我剛好看到有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照顧人 那個YouTube頻道現在已經結束了 那我剛好就 微軟? 不是 我還在猜中 沒有人認識的 OK 不會有聽過的 是 進去做YouTube 自己學一些後製 前期 慢慢做一下做一下 接著又認識一些人 滾到現在 就是這樣 哇 你是很 我覺得是困難的 這條路 困難? 是啊 都是靠自己的意志 我猜 因為我是 因為我做YouTube 甚至連你的美貌都沒有 就是我而我這個區學 你有口才 你有口才 那些人多很多 但是重點也是 我也是自己不打不動 懂剪片 然後自己找些東西 說一下 然後所有事情 都是在我做YouTuber之後 才認識的 但是你在你 沒有名氣的時候 就已經會 認識到這些 是難的 我覺得 那時候的我很主動 我覺得我要進入這個圈 我一定要去不同 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麼大的動力 因為我覺得 突然間 我覺得我沒有東西厲害 但我可能厲害 是厲害在這裡 因為我開始找到自己的價值 開始做YouTube 原來我剪片都可以 原來我讀稿 想一些題材都挺有趣 自己稱讚自己 哈哈 怎麼了 所以就有這個衝擊 然後就覺得 我要去找其他人 跟我一起合作 到現在 那你IG跟你合作的那個男生是 哪一個 很多男生 最新那個 Deadpool那個 那個 扮狼人那個 他是一個編劇出身的演員 是 我們搞了一個平台 就打算認真做 關於不同電影題材的 異創 我看你最近都穿了一件Deadpool的衣服 在哪裡買的呢 都挺漂亮的 那套衣服 那套衣服 不是也是那些 兩個字 我知道 那套衣服都挺貼身 那套衣服 都做得OK的 有時候 你猜這麼容易買到一件好的 很噁心的 有很多 買到回來不穿 我扔了不少了 已經 其實你買到已經很厲害了 它有一點不適身的 即是你有些改了 我沒有改 但有些位置是鬆鬆的 但可能鏡頭拍不到 想看這個貼身女Deadpool造型的阿魚 就去IG看看 多謝大家 要要要 這個 還有它有很多reels看 所以都是好事 我覺得 很勤力 很勤力 你幾天會出一條reels 我至少一個星期會出一條 我覺得要保持著 令觀眾記得我這個人 是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但剛才 剛剛出了那張照片 就是我新假期的那張照片 你又可以去拍到Edan的東西 又拍到韻光的東西 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Edan和韻光 是跟你拍照之前的 不關我的照片 都是機緣巧合 因為我一直有拍廣告的 我入了行之後 就有不同apply廣告的經驗 可能agency production house都拍得我 那就拍了 那你Casting 中間廣告也好 電影也好 Casting 是不是剛才遇過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很juicy的事情 是呀 是呀 在我入行不久 可能我當時Followers 只有三四千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天收到一個訊息 是來自一個某娛樂平台的IGDM 我就說有一個廣告 想找我去Casting 嗯 所有事情都正正常常 普通女性的廣告 女性向的廣告 那上去他的辦公室 都沒有什麼的 就普通Casting 講自己的名字 新高 興趣 錄一段自我介紹 那一般Casting 大家都知道是要試不同造型的 我是不知道的 我沒有Casting 我們沒有Casting 即是跟大家講一下流程 如果 看看Casting哪一件事 以我知道 如果有一個是 電影角色去Casting 其實就沒有什麼造型要做 即是你就這樣走上去 可能他給你幾句話 但是如果是一間agency 去Casting一個人 他不是特定的一個廣告的話 可能叫你多準備兩三套衣服 就是這樣 那個廣告呢 他就說是因為有不同的情景 例如瑜伽 辦公室 在船上 所以我就試了幾個不同的造型 當中瑜伽和泳衣的造型 是比較小報的 那我就拍了 那我不以為意 因為之前Casting 都有這樣 那你穿了什麼泳衣上去呢 他們有的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衣服 給你去選泳衣 我選了一些很普通的 不是特別小報 總之是健康的 就是我個人覺得是健康的 就是你當時接受到 是的 我接受到 那瑜伽3也是瑜伽3 我也有拍過瑜伽3的廣告 覺得沒什麼 然後Casting完就走了 第二天收到那個平台 就說你中了Cast 那個廣告選了你了 夠錢好 但是我入行以來沒有試過 那夠錢那麼大 多少位數呢 五位數 就是大一點的五位數 大一點的五位數 因為我當時是一個素人去接這些廣告 其實國家是沒有人的 明白 明白 通常可能是四位數 或者是一段中計 是的 那時候哇 很多錢 老黑都很棒 接硬 然後他就說約我上辦公室 去到辦公室 一開始就說一些 恭喜你啊 你中了什麼 那沒什麼 然後就開始講講一下 他就說他們公司準備籌備一套戲 那套戲就會想用一些新人 即是我 他講到想用我去做主角 那講一下講一下 他們就講他們公司的歷史 就說其實他們之前都拍過一些戲 那些戲呢 我們都是用一些新人類主角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我們不會捧你 他就類似說想簽我 那些東西 嗯 那接著講一下 就開始 那個 開始講正題 開始講正題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你很有才能的 不過呢 你現在一直這樣做 是不會有起色的 那所以呢 如果 我當 我扮他的語氣 他說 如果有一天 老闆坐在你旁邊 但鹽摩你大腿 你會怎樣做啊 余 他就這樣問我 是 然後我說 蛤 蛤 我可以怎樣做啊 他就說 不要緊的 你可以冷靜一點 如果到時 我想問 跟你講這番話的那個人 是男還是女 是男人來的 是他負責他們公司的 CEO 那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職位 然後 講到這個位 其實我都覺得有點不對勁 開始鬼了 對 然後他就越講越明顯 去到某一個位 他就說 要有付出才有角色 嗯 然後他就開了一套 他們即將上映的電影給我看 就 給我看 你看看這個女主角 都是我們捧出來的 什麼什麼 都是這樣 然後我心想 他就說 這件事 是只有他 老闆 和我三個人知道 但是如果我當作 我真的做了什麼 我那套電影 拿到我的角色 對 那每個都知道 就是他開下一套電影 就會指著 唱一套電影 指著我 這個女生就是這樣 他就是掃人 我們都會捧他的 這樣 之後那些來Casting的女生 哦 這樣 然後我就 遇到一個這樣的經歷 然後 然後 我那時候不懂拒絕 我不知道怎樣拒絕 也好 我就說 我先考慮一下 然後 他就慢慢車了回家 他不是那個無手無腳的人 他純粹在車上很凝重地跟我說 阿瑜 我覺得你真的很有才能 要好好考慮一下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這樣 這些呢 是 這些是很典型的 就是說 他說那句話 覺得你好有才能 各樣這些呢 是一萬%廢話來的 那個廢話的意思 不是你真的沒有聽 不是在講這個方向 而是他是不是都要這樣說 因為他只是能夠這樣說 就好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個王子華 他說他曾經被一個騙子欺騙 他被騙子欺騙的錢 就只有一個騙子小一個星期 他就說那個騙子 當初是跟他說什麼 他就是說王子華 就是個個都說你不行 但是我告訴你 你是 他類似是說 你是有天分的 你是帥仔來的 你是可以成功的 其實他後來說 其實這句話你很難跟別人說的 好地理 是 就是給信心人 突然欠人 發揮電台做得很好 你是有前途 你是有前途 不是啊 他最厲害的是什麼 現在的人不知道 我都類似聽過這些 人看不到 我把你的潛能發揮出去 讓所有人看到 這些才是很難說的 這些說話 是 所以說得出來的 九成都是 九成九 九成九 都是困狗 但是我很關心 最後五位數的廣告 是有沒有拍的 當然沒有 應該是夠說的 噢 就是誇狗你 但是他呢 很搞笑 因為我去Casting的時候 他給那些前幾年 他拍過那些廣告 又真的有過這樣的廣告 而且那個廣告是 那些上市公司的廣告 是 就是搭個棚 但可能不是他拍的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那個廣告不是他拍的 可能是他偷我的影片 就是 我去說 我早幾年都開了一部電影 叫明日戰機 我給錢的 他可以這樣說 是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是 所以當時我就 一開始入行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這個圈真的 就是我覺得是有公同有求 人各有智 你不肯的 那有人肯 上一套的肯 他告訴你上一套肯 然後我就會留意誰是下一套 是不是 很明顯我就會留意誰是下一套 我知道是哪一套 不知道公司撿了一套沒有 還有我最不明白那個位置是 就是 作為男士 當我有一天真的飛黃騰達 我是電影公司老闆 我真的開到一套戲了 是 我這樣去Cast那個女主角回來做什麼呢 就是 我不明白那個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和那麼多心機去玩 我拍一套戲 那些便宜的幾百萬 是啊 多一點製作一定要過千 是啊 我當然是找一個有票房保證的回來 和我別人損錢 自己打飛機 嘩幾百萬打飛機 我找幾百人來和我打飛機都可以 老闆就是這樣的 那些錢是要花去他們 因為我記得當時的故事大綱 是類似老闆自己寫的 是 是 那那個飛機真的好大 是 是 類似是說 他想說一個 不要說 是 是 待會一套戲 不知道半年後上我畫 尷尬死 不要說那個內容 是 但是那個老闆 就是 可能跟你拍了一些東西 是由那個老闆Cast的 就是那個老闆就Cast中了你 為什麼他那時候老闆會看中我 就是想給我做女主角 就是因為看了那個廣告的泳衣相和瑜伽相 就覺得很棒 是 就是這樣 但是以你所知 有沒有同一時間 有沒有其他女生都有泳衣相和瑜伽相 我認識是有的 有的 我認識有一個 即是你已經在那裏脫泳而出了 是不是 我想他是目標很多人 那倒是 他同一套說法 但是可以是跟很多人說的 因為之後我也聽到有些女生問我 你認識這間公司 他這樣問我 因為他那個五位數的很多錢的廣告 可以到處都跟別人說 你中了 你中了 然後他最後都不用拿出來 所以 大家學到東西了 你將來如果找到錢 想打個大飛機 可以這樣做 也可以益一下電影的幕後人員 你真的要開戲的 你真的要打燈 要拍的 大哥 還有我覺得 對一些新入行的人來說 可能覺得五位數很多 但是我想分享 就是 弟弟也有接一下廣告的 雖然就不用穿泳衣 如果我穿泳衣 我肯定收好鬼 我想說 肯定六位數字 都不知道 我肯不肯都要想 但是重點是 五位數不多 即使五位數對你來說很多也好 你在心裡告訴自己 這個商業世界是不多的 還有我接五位數字的廣告 我很多時候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和對頭的人是誰 他叫我拍一段影片 我就拍了 拍完之後他就走數 其實我沒有人見過 我一個人都沒有見過 都是Whatsapp聯絡的 都是Whatsapp聯絡的 他真的可以走我的數 其實某程度上 不過純粹說 如果他走我的數 我一定會唱衰他 所以他一定是不敢的 正常 他不會像一個 會開大喇叭的人 不能唱他的公司 就是這樣 但是可以一向都看不到 所以我都是奉勸一下 如果大家想入行 不要太英文 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我反而聽過 都是聽回來 都是所謂老闆 老闆 追求女生 就不是開電影 就是開公司 開公司 就聘請一些帖文 我覺得這個比較高張 譬如我追求你 我追求你 我給你一個帖文 你有工資 你的工資不高 可能是一萬多元 就是一個基本的人工 一萬多元 但是呢 待遇是非常之好的 出入有車送 有地方住 火食 可能有公司附屬卡 那為了什麼呢 為了你不能離開 就是他給了你一個生活 你明白 但這些東西是全部開公訴 在一個公司 這個post 你是這個post 你有這個待遇 但是你走了就沒有了 是不是啊 你明白嗎 你走了就沒有 你如果留在那裡就有 那你過了一兩個月 你就知道 其實你是被人包 你知道 你有一點老的話 沒有東西做的 不是啊 跟老闆 要不要做事 當然要 你後來就會明白 其實他是包 但是要不要那種做 要的 後來你慢慢會知道要 當你明白了這件事 還有他說 喂 如果你想離開的時候 你就會不捨得你現在日常生活 情緒勒索 你本身 都不單止情緒 已經是習慣了這種 這麼優越 這麼無憂的生活 出入有車接送 喜歡哪裏吃東西也可以 但你人工很低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人工是低的 你不會有自己 無緣無故會有很多錢 因為你有很多錢 你存多少個月 你已經飛去 只能夠是 直接在公司拿一些生活 但其實萬多元都可以 如果一個 剛出來工作的妹妹來說 那也是的 Festgrad來說 雖然現在Festgrad說 要保障25K Festgrad現在出來 要拉線去25K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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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告將告將 原來可以這樣的 你沒有 我不想在報紙看到你 有這樣的目標也好 就是這樣包含那些人 我純粹覺得是太複雜 還有是很沒有成本效益 那你複雜過開氣 所以我完全是Bang開氣這部分 今天我要混合一個美女 或者她是做幕前的 我拿幾百萬拿來開氣 你都會預算她浪費 你都會預算她複雜的 就要幾百萬賺給她 或者分幾個女生 賺給她 她就會覺得 你現在密化我 你覺得用錢可以買起我 但我覺得不用她這樣追求女 我想個老闆本身也有點興趣 喜歡電影這個行業 本身要喜歡 不是她怎樣寫劇本 故事是她的 追求女生不用這樣追求的 而且這樣才可以追求所謂有理想的女生 就是我們這些盲中中 那有沒有什麼 反過來 白兵你說不應該這樣追求女生 我想知道應該怎樣追求 或者Fish覺得怎樣追求你 有沒有那些男生做過的事情 可以追求你 我們每個女生上來 都要講些蜜的事情 或者講些蜜的事情 蜜的事情 蜜的事情 我個人很簡單 你簡單直接跟我說你喜歡我 我喜歡你我就一起了 那你的開端 做些事情怎麼喜歡 你也有些事情喜歡 因為我很簡單 就是我見到那個人 你是一見鍾情的 都一見鍾情 就是知道這個人是有感覺 我是不是跟他靈魂一樣 那些我就會知道 所以如果一個人想追求你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可能跟你吃兩頓飯很表白 是啊 行不行不行不行 不要浪費時間 是啊 我亦都會很表明到給他知道 我是對你有意思還是沒有意思 哦 我都不想浪費那麼多時間 那你有沒有試過 握不到那個男生主理 沒有 就是那個男生一夾起來 你已經知道 知道 例如呢 例如我吃一兩頓飯 然後開始慢慢想融入你的生活 你就知道 哦這些很明顯 對 還有我都會給人訊號 我不是那些 咦咦咦咦那些人 人家喜歡我 我再給他訊號 你會給他什麼訊號 對 我想問你會不會給你不喜歡的訊號 如果你不喜歡那個人 不喜歡的話 我直接第一頓飯都不會約 哦 是啊 就是很有時間效益 免得浪費時間 你很男性向 說真的 我覺得不要浪費時間 讓別人給我做一些我有意義的事更好 是 是 即是如果大家 如果有跟你吃過一頓飯單獨的話 我至少是對他有一點點意思 哦 即是不是你 可能起點已經有三五十分了 沒錯 看你一頓飯不要太齊的話 都可以 可以試一下 是啊 所以大家不要讓我吃飯 是啊 我怕不吃檸檬 你們 哦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那個人 你是會不跟他吃飯的 你會推他的 嗯 我會三番四次找藉口 推他 哦 我覺得這樣對大家來說是最好的 那有沒有試過一些 你都給他約你吃飯 大家都出來吃飯 即是他的起點分數不低了 但是他最後做了些什麼 令到屌胡拿星 那有沒有這些 就是好像造星那樣 他已經入了海選了 是啊 但他為什麼不再進不了位呢 我試過有個男生 他很厲害的 就是做一些專業的職業 那他會用他的知識去跟你爭辯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很 OK 對 例如呢 例如 開他職業出來吧不用怕 職業而已 社工 是 是 但是他讀很多書 寫歌是很刺的 我想告訴你 你是這樣的 突然間聽 你為什麼要罵我 聽著社工 聽著這個節目的社工 突然間被我吵的東西 是 為什麼 我也想知道 有什麼這麼刺的 你先說 你先說 有個例子 就是 例如 這張紙巾應該要這樣擺 還是這樣擺 去爭辯一餐 是 那跟他是不是社工無關 但是他那個人 就是有很多理論要發表 哦 他有很多知識 看很多書 他就會拿書本上的知識去教你 是 哦 而這件事我覺得是 我跟他好像不是升到這樣 是 那八兵到你了 究竟為什麼社工是賊的 社工是賊的 那個位置是 很長的 這個僱致 因為首先 林剛說 我先戴頭盔 不是全部都賊的 是 給機會你戴頭盔 是的 而且重點就是 很多時候他們讀那一套 去處理一些學生的問題 或者他們處理什麼變稱的問題 那些問題 是有少少 就是學院的 就令到他們會去了脈絡 將一個人的一生去了脈絡 是的 就是你墮胎 你是黑社會 你混毒 那他已經有一個評論在那裡 然後再去做一些 又或者很多時候就是 甚至的制度裡面 既然你做社工 你是不是能夠為到一個學生好呢 都是另一件事 就是你想為他好 或者你有你的一套方法 但是制度裡面又容不容許你呢 還是到最終只能夠 那個社工去負責報警呢 就是這樣 就是很多時候 那些什麼衰不衰十一 那些是社工報警的 是的 就是穿了的時候 通常有社工結法 是的 其實我不是說那個男生無辜 但是有時候就是 那個男女兩情相悅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究竟是那個女生打了肚 還是他分手不開心 還是打羽毛球呢 是的 還是怎樣呢 就是這些事情 可能他就很早 他可以做的事情 就只是報警 他不能夠再有什麼 再深入一點的輔導 或者你處理不了那個女生 為什麼會這麼學求愛 或者那個男生這麼學求愛 是不是他家出了問題 是不是單親 是不是他父母對他不好 或者關係不好 他這些已經很難處理到 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學 或者他們不懂 但是他們在制度裡面 可以做的事情很少 所以通常都會很差 但是你有沒有社工的朋友 是有的 我完全沒有印象我是有社工的朋友 你就是剛才那個男生吃過飯的 他就是一個社工 然後我聽他說他好像想變成心理 臨床心理學家 我想這個東西是差很遠的 這兩個職業 但是好像是 那些客戶的方向好像是一樣的 有些心理輔導 有些心理上的協助 那你社工是對學生 然後心理學家 是真的對一些自己覺得有問題 有情緒病 那些就是重啟 因為我表姐就是臨床心理學家 然後 在現在這個制度 他們基本上是不可能會治得好 過病 他們就是可能開藥 或者聽一下你腎 或者各樣這些 我不是想侮辱這些人的專業 但是他們可以做的事真的不多 他們吃的藥也不會讓他們痊癒 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情緒病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但是他只能夠用一個 見面的一兩個小時 收你多少錢的一個 用這個方式 根本上已經搞不定 最近我老婆在Thread 看到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如果他的情緒病 如果一個病人的情緒病 是因為他窮 但是他每一次 又要用一個很貴的錢 來看一個心理的輔導 那將會是有一個什麼的結果呢 我每次來就要給一千多二千元 聽你那兩個小時說話跟你聊天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因為我窮 但是現在政府那些 是不是都是千多二千元 這個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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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對於這個情緒病 或者精神病 是有什麼輔導 因為 其實香港是分開兩件事 首先 心理那邊是沒有醫生的 香港 香港是沒有心理醫生 只有心理學家 只有心理學家 如果醫生也是精神科醫生 兩件事是分開的 那你就要 首先很多人已經自己不懂分 我這個問題應該找誰 我這個問題哪裏有 我這個醫生或者學家我去哪裏找 幸好民間來說 很多人開始自己會正視這個問題 我是看過私家的精神科 我那個精神科醫生在中環 中環的診所 我第一次去看精神科 為什麼 老實說 好人好者 你不會 推動自己去看精神科 但是當時 因為我有 Panic Attack 我有這個驚恐症 我不知道那個是驚恐症 但是為什麼我知道 就是 我的音響的客人 一個就是精神科醫生 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把症狀告訴他 他說 你是驚恐症 你來找我 我幫你搞定他 然後我才 懂得想 去看精神科 之前是看了 因為我的Panic Attack的症狀 其實是我以為自己心臟病 我以為自己中風 因為Panic Attack的症狀 就是心跳加速 心跳很厲害 心跳很厲害 頭髮一下 你以為是 身體有問題 以為是有問題 你不會想到有問題 然後我就去看 原來發覺 原來香港的精神科診所 我第一次去都幾多人 現在都多人去尋求這個出路 瘋的 但是現在是 我不知道 如果我的個案 或者其他有這個問題的朋友 他不是去找私家 因為私家都貴的 藥又貴 診金又貴 幾千元 是啊 你藥家診金幾千元一次下樓 沒有啊 只聽到都抑鬱 聽到銀馬都抑鬱 是啊 聽到都再生病一點 是不是 那我就不知道 其實香港 有沒有一些這方面的支援 或者這個支援 做不做得足夠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心理 或者精神上的健康 這個是複雜的 為什麼我們來這裡 因為來那個 因為在說社工 以及在說心理 那還有沒有 還有一些 夠分吃飯 但是踢走的 你首先 你拍過多少次拖 我拍過多少次拖 跟我拍過拖的人才知道 哦 是啊 不是拍過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其他的 所以就是那些人會知道那一次 哦 這個答案第一次聽 真的有創意 下次我們可以這樣回答別人 每人問你 你拍過多少次拖 跟我拍過那些就知道 那你會告訴他 你拍過多少次拖 他問我不是強行說 因為有時候 答案是不是真的 不是 當然不是 就是真的數太大 你又不想嚇到他 因為以前有些拍散拖 例如在加拿大 見過一兩次 然後就真的所謂date 那些我又不知道 不算不算 不算 不算不準 可能幾次 我真的不知道 哦 OK 你自己也不是有分到 是啊 說真的 有時候我也不是有分到 我人生中有七天的 我都算 哇 你用日子去定奪 對 那如果你跟那個人是 好夾 所有事情好正 但是你們拍拖 可能五天 然後他飛去移民 算 算 五天而已 因為這個不關於日子 這是大家有沒有確認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那個是 就是大家有沒有確認 你是我男朋友 我是你女朋友 一天都可以的 我覺得 大家覺得拍拖 應不應該要有一個儀式 是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還是很自然的 我兩款都試過 是的 兩款都試過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那個女生擺在上面 都喜歡你的 這樣 暗示明示 叫你表白 那些 又有試過 有些就 沒有 就這樣拖手 那一刻就算開始了 這些都有 糟了 我在想我和老婆有沒有呢 表白 嗯 我和老婆應該是沒有一個男女朋友的表白 那你們怎樣計算你的周年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是計算結婚周年 那結婚前呢 我不會計算拍拖周年 結婚前是沒有周年的 結婚前沒有的 沒有慶祝的 結婚前是沒有周年紀念的 就是生日那天就會慶祝 是啊 沒有所謂一齊了幾多日 紀念日那些 這樣都可以嗎 是啊 感情的東西是兩個人 什麼都可以 那你太太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的 還有你說拖了就算 我都不懂怎麼計 有些可能摸一下手指尾 那些就算了 那些就很難 那我代入到你了 所以真的不回答 找人的東西都不知道怎麼計 說真的 連笑輕狂的時候 都不知道有多少個拗手指尾 說真的 那如果是有拖手 拖手加打卡論 拖手加打卡論 但又可以說那晚喝醉了 在酒吧裡有拖手 所以很難定義 我的認知是 我對這個人還有印象 我覺得他是我的男朋友 我記得這段回憶就是計 你覺得就可以了 是 就好像剛剛早幾集 我有幸訪問到雞鵬妹 他就有說到 他就說他有一次 不知道他跟朋友說 你記不記得哪個阿湯 就是隨便說過名字 我記得他有跟我拍過拖的 不知道拍過十個月 一年內 但都拍超過九個月 就說你記得他姓什麼 就說不記得 他說他想了一整晚 他跟朋友說 這個我是有記憶的 拍了不是說短時間的 我真的不記得他姓什麼 所以 但他那天都會當作拍拖的 你記不記得那些男生姓什麼 當然記得 化阿虎也記得 為何化阿虎認得呢 就是有些印象深刻 是 為何那麼深刻呢 嘩 他們很差嗎 又不是差 你剛剛那個化阿虎也認得有點仇恨 其實不是的 就是這樣比喻 是因為曾經在我的生命中 留下一些深刻的回憶 是不是很浪漫呢 看看是正不正面的 正面的 正面的 有多浪漫呢 例如以前我就是講那個CBC的例子 就是因為他令到我發奮圖強努力讀書 為什麼 他是一些很聰明的人 然後我會每天跟他在圖書館溫書 通常都是被人撇才會發奮的 是 我跟他一起 我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些是給我回憶 這樣也挺正面的 這樣也挺正面的 不是撇你 但是又有發奮 而且我是一個正面的人 就是我只會記得那段回憶好的事情 這幾好 是 我寧願遇到 會忘記了 那麽多個力量有沒有做過很甜蜜的呢 你覺得 很甜蜜嗎 還是其實你的人比較男性向一點 你沒有很甜蜜的感覺 我真的沒有很甜蜜的感覺 對 就是跟你談下去好像覺得你不是 你裡面的火心不是非常少女 我不可以做一些 就是你跟我做一些很資本的事情 我是不行的 你要跟我靈魂溝通 什麼為了很資本的東西 就是送個LV給你 是呀我是不行的 但如果你跟我完全不是同噴 我是不行的 Synchronize 有沒有人試過追你是金錢攻擊 金錢攻擊 暫時沒有 沒有 沒有 除了開套戲給你之外 是呀 還要開不醒 不知道開不開醒 那個有他 那時候話都還沒有 那個是你付出了 你那個金錢攻擊是大的金錢攻擊 可能送禮 送禮 送禮 沒有 我朋友都受過金錢攻擊 是 我朋友都是女神級 然後她受的金錢攻擊就是 很無心的 很無心度 很無心度 就是同店買 不是 我有一天和這位朋友在一起 接著她收到一個電話 那個電話就是尖沙咀的LV打給她 接著就告訴她 某某先生買了一件東西 叫我們送過來給你 可以送去哪裏 接著我的朋友就奧了 接著我的朋友 不要 我朋友不要 但是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就是好像有 總之就是 你會覺得 那個 那個 對家 那位 那位男士就是 用這些手段 沒有溝通的 突然間就是 收到一個電話 就 LV打給你 誰買了一件東西給你 我們可以送去哪裏 這樣 那 我就覺得 就是一買一買的 如果那個女生瘦就瘦了 這個我又不明白了 如果那個女生是為了一個 沒有LMV 還是Hermas 都好 那個女生因為這個 而受你溝通 好嗎 有意思 所以 我會把它列入 剛才開戲的老闆那一類 通常都真的是那些老闆來的 你心目中 都是那些款式的老闆來的 是的 那個老闆是 都是有些名字的老闆來的 是的 就是那些款式的了 就是 做生意啊 什麼主席啊 什麼老闆啊 全部都是總理的樣子來的 都是那些款式的 所以他是沒有 沒有那些 比較平民接地氣的手段 即是寫張卡都沒有 沒有的 就是這樣 他會寫張卡都用他助手寫 是的 你幫我搞張卡 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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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真的 我也是完全想不明白 要這樣 就是 何必這樣追求女生呢 還是他不是追求女生喜歡他呢 你反過來想他們可能沒有 他們可能除了用這個方法沒有其他方法 或者可能是虛榮心 可能跟朋友圓搖 我送了個袋給誰誰 你看他的IG張照片還揹著 我送的 就是這樣說 我也不知道 好 我懷疑他們有沒有IG都不知道 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應該有 如果我有一天在那個層次 我再解答大家 再試一下 如果在那個層次 好 今集差不多了 多謝阿余上來接受訪問 謝謝大家 還有大家記得去阿余 看看他很精彩的reels 還有他的照片 看看司徒師傅幫他拍的 接下來拍不拍嗎 接下來 冬天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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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就穿小布一點 這樣才會震撼 這樣才對比大 其實他有沒有尷尬的呢 穿小布的拍照 真心文 只要我不尷尬他 也不會尷尬 好了 那不是真的很尷尬 剛才那張也是說 Calvin Kind 還要多加一件衣服 那有多尷尬呢 都尷尬 裡面那件都厲害 你穿就尷尬 我穿 你穿就要收超過六位數 才可以 我懷疑 這些 我都不 如果他真的要開教 我也不知道怎麼開 開一個太高的 他不會比太低的 我又不會瘦 不會在這個世界出現 我也不明白 除非你要陪你的女朋友 拍一些東西 那我就穿泳褲 算了 我真的操VD 穿泳褲 為什麼要穿泳褲呢 你是不可以穿泳褲 穿泳褲 這件事好像比較簡單 好 就這樣 今天影片到這裡了 多謝阿宇上來接受訪問 多謝謝雷師傅 下條片見 拜拜